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7月份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 这样你每个月就可以收到最新的讯息了 讲到7月大家就会想到 我们进入了下半年 下半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事实上7月份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一方面它的成长的速度将来到高峰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但是另外一个层次 7月底的时候或是7月下旬的时候 会有另一波的震荡开始加剧 所以其实下半年还是蛮多挑战的 不过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把握好7月份的机会 那么自然然能够面对下半年在挑战当中 可能的成长或突破咯 那么7月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 对于好运的部分呢 我们要看到木星 因为木星它代表的就是很幸运的事情啦 或是容易成长 容易很丰盛 越来越多的一种好运的状况 木星呢 那从5月11日开始啊进入了白羊座 在7月份的29号呢 就会开始怎么样逆行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股成长力道啊 就是在白羊座这种 哎做新的东西啦挑战啦探索的这个力道 到了7月底之后呢 会有一些修正或是放缓 所以在整个7月份来讲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享受到这一个好运的啊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所带来的可能性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就不得不看看其他星象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月份呢 哎比较大的挑战会在下旬或是月底 另外有一块的部分呢会在月初 因为月初的时候呢 哎在白羊座的火星会在2日的时候呢 跟迷惘星凶向 然后在5日的时候进入金牛座 那么这个凶向带来的就是 我们可能为了要开创一些事情 所以必须要跟旧的势力 旧的事情旧的人事物说再见 可是有的时候这些包袱是很难的 对不对 如果对方是你的这个爸爸妈妈 或者是长官 或者是你必须承担的责任 或是家族的事情 那自然然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那我们就必须要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来面对 那么整个7月来讲 当然是比较理想的时候 可是呢在18日到25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会看到好像冷暖气团的交锋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成长的力道开始到了顶峰 要准备下来 可是要到顶哦 另外一股呢 很震荡的能量呢 很挑战能量呢 又在这段时间开始慢慢浮上台面 所以好坏往往就在这一段时间 见晓晓 所以各位你可以留意看看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有些计划没有办法太快完成 你可能要备案 或是你要放轻松一点嘛 就不要那么急 如果你的事情可以快速成功 快速结案的话呢 我觉得当然可以考虑在下旬之前把它完成 那么到了下旬之后呢 特别是水星在19日进入试做 太阳在23日进入试做 其实还是带有一种很愉快的气氛 可是呢别忘了 一旦进入试做之后呢 木星会逆行了 而且呢土星跟天王星的冲突压力又出来 一个就是现实的挑战 那第二个就是你要改变现况的一些阻碍 它就会慢慢出现 它可能不见得真的在这个月发生 在下一个月 但也可能在这个月底出现 所以我们可能在心态上面要留意这种状况 那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呢 我们来看看个别的星座运势吧 首先呢来看看人际关系里面 大家很关心的干亲或合作啊 这个月呢 的运势上面请大家参考上升跟太阳星座 如果呢你的上升跟太阳呢 是在巨蟹座或者是摩羯座朋友 这个月你可能有一个好坏两极的发展 因为这个月你们的关系是在于一种 要转换 要结束要重生的情形 比方说你们现在是朋友 可是呢可能在这个月的相处之后呢 慢慢了解彼此 有共识 会往什么情人的方向发展 或者是婚姻的方向发展 你们的朋友状态结束了 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 挺不错的啊 但也可能反过来 你们吵吵闹的关系呢 在这个月份因为某些事情 让你们更发现不可以接受 无法原谅的真相 你们可能就会怎么样 吵架然后冷战甚至分离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巨蟹跟摩羯要去思考的部分 不过呢因为金星在18日就会进入了巨蟹座 所以呢理论上这两个星座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 或者是希望在感情上面呢有些改善的 其实这个月呢一定都有机会让你可以呢 好好跟对方谈或是制造浪漫的感觉 那么除了这种比较严肃 要深刻的感情之外呢 有另外一个族群是比较轻松的 那就是上身或太阳在双子天秤水平还有射手座的朋友 特别是呢7月18日之前呢 爱情的金星都呆在双子座 所以这个族群很愉快 单身的可以多交朋友 那已经有对象或是已婚的人呢 可以跟另外一半呢怎么样 约会啦增进感情啦很开心 那么有谈感情的过程一定会吃喝玩乐 所以这个族群 这个月可能也蛮多这种吃喝玩乐的机会 所以是值得开心的 但是要能够吃喝玩乐啊 你就是要有什么预算嘛 所以这个月呢 其实讲到钱的部分啊 这个太阳或者上身呢 如果在双子跟射手的朋友 你是有不错的财运 这财运可能代表你 有专注于理财的机会 或者是呢 你可能有不错的进账的来源 也可能呢 你遇到一些好的朋友 大家要讨论如何的 做一些事情来赚钱 那就是有管道可以赚钱 不一样的是呢 双子座的管道呢 往往是更为的宽广 朋友团体网路 新创的一些事情 是很有这个新的可能性的 而射手座朋友呢 往往是在于一个伙伴关系 好的客户 或者是这个结婚的对象 或者是你的配偶 还有一些可能身边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会找你或者是带你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你们之间有一些金钱的往来 要讨论出一种可能方向 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合资合伙的部分 也很容易带给射手做一些赚钱的好机会 再来呢 我们来看到就是工作了 在工作方面呢 大家都一定很想换工作对吧 每到了年终的时候呢 很多朋友就来问说 我有没有换工作机会 我什么时候换工作 我该做什么工作啊 那么这个月我觉得 比较可以想得清楚的 或者是看到机会的新作呢 有四个 分别是呢 上升或太阳 在巨蟹 处女 天秤 以及视作的朋友 那么第一名呢 我会给这个月的这个巨蟹座 因为巨蟹座在这个月份呢 会有更多的可能性放在你的眼前 那这些可能性是你过去的努力 也可能是你刚好透过朋友 或是说有长官 有一些重要的人看到你了 而给你的机会 另外有可能呢 你是真的有比赛获胜 或是拿出很好的案子被大家看到 甚至于呢 你可能会有很好的长官缘分哦 所以巨蟹座朋友请好好把握 那么再来呢 相较于巨蟹座是一种 从山腰往山顶走的运势哦 你会看到呢 处女座的朋友呢 他则是处于在山顶上 好像在野餐啊 跟朋友聚会的感觉 他在前面的时候呢 就可能已经把握了一些机会 做到了一些成果 现在是享受它 扩张它的时候 比方说你过去呢 可能呢 拿到一个案子 变成了这个业绩王 现在呢 可能公司给你更多的资源 让你开创新的可能 或是带领各个部门做什么事情 你的这个面向呢 跟规模就会做的比较大哦 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呢 处女座一定是怎么样 团结力量大 也不是一个人哦 单打独斗的哦 再来呢我们看到就是天秤座 天秤座呢 这个月很容易遇到贵人 贵客 他可能只有一个人 两个人也没有关系 那么通常他们可能带有着一种 比较开朗 或者是说比较有 不一样眼界的这个心情哦 然后跟你互动 那么也可能是外国人也不一定哦 或是外地人 那么天秤座朋友 你再经不再多 可能因为这一个贵人贵客 或者是感情的机会也可能 发展出新的路 所以天秤座可以留意 那么再来是仕座朋友 仕座朋友呢 在这个月份呢 我觉得是一个帮自己做调整 然后扩充任何可能性 也许是在布局 也许是在谈事情的时候 因为这个处女座已经是把很多事做得很好了 而仕座呢 可能在先前到现在 你是在谈什么调部门 转换工作 或是你现在已经来到了新的单位 你要熟悉大家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仕座在这个月份呢 你是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可以学习 探索 你要重新思考 你先利用这些资源重新做什么事情 那么讲完了工作运呢 我们就要回归到这个家庭了 在家庭运势上面来讲呢 白羊座的朋友这个月呢 你很容易啊 有家庭的好遇 什么意思呢 也许你可能想要陪伴家人 放暑假啦 陪小孩啦 或者是说 这个全家去旅行啦 也可能呢 你看到不错的房地产标的 要这个买卖房子搬家啦 或是你决定呢 要在家里面搞一个工作室 你要弄一个办公室 跟房地产家人有关的事情上面 白羊座都很容易有新的进展 而这个进展的目的是为了 要让你在未来的成长上面 有更多可能性的资源 所以当作朋友 其实这个月呢 我觉得在家庭运势上 或者是在工作运势上 都是可以靠自己的 但是呢 另外一个层次的工作呢 就是像天蝎座了 天蝎座呢 这个月一定是马不停蹄啦 合作机会也很多啦 竞争机会也很多啦 然后你可以接触到的人事物也更多 有外国人啦 不同背景领域的这个 跨界的合作啦 或者是比较远方 分公司或者客户之类的 这一些工作机会会帮助你 展开你的生活触角 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而且你的学习力超级快 它会帮助你呢 怎么样提升核心竞争力 所以唯一要建议你的就是呢 不要太过劳了 那么真的不要过劳的呢 我觉得是上身或太阳在水瓶座朋友 这个月呢 你可能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是呢 你的工作上面来讲 一定要拿捏公司的这个界线 因为呢 当这两方面都能够平衡的很好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就会有很顺利的发展 那么相对之下 金牛座的朋友呢 你跟这个水瓶座有一点点相似 就是你要去拿捏人我之间的距离 还有你要做选择 那么金牛座朋友这个月 其实也有不错的工作跟学习运 你会有更多跟别人沟通交流 然后在自己的群体里面曝光的可能性 所以你会有话语权 你会有影响力 但是要注意啊 你会有一种吸引力法则 当你是带着怒气 或者是冲突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月 怎么好像没有那么顺 但反过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你是用一种合作啊 学习啊 谦虚啊 观察的方式 也许会有好运降临到你的身上哦 最后呢 则是双鱼座的朋友啊 双鱼座朋友呢 我会建议你在这个月份呢 不妨在巨蟹座的月份里 或是这个月中之前啊 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 度假啦 或是学个想学的东西啦 或者是 你没有办法不工作 是不是可以尽量的准时下班 因为你在下半月 特别是进入四座月份之后呢 会越来越辛苦 越来越劳碌哦 那这件事也不是坏事 那是我们人生啊 有的时候就是要 让自己可以有一个平衡的状况 同时充电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一直在耗损自己的精力 你反而会发现 你对于你的努力会不够满意 或者是你会觉得你好像卡住了 有一个界限在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怎么样 累积的不够多 所以呢以上呢 就是我们七月份的运势 祝福所有的星座朋友 都能够在这个月呢 趁势崛起啊 找到一个下半年 可以开展的好机会 好开始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好 有点 可以 没有